還有就是包括我們看一下美元 對 美元已經到了漲幅滿足了 所以說他休息了 但是這日線到達漲幅滿足了 對 那到達滿足之後呢 他只是休息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上次包括木華哥上次不是拿了一個長線的結構 對 這個美元指數幾乎是從天上掉下來 好不容易才做一個突破 所以這個地方 他是屬於一個短線休息 長多的休息 對長多的休息 他將來還有波段應該還不小 對 不是只有這個樣子 所以那美元假如最近開始拉回休息 因為漲太多 像台并就止升回扁 這止扁回升 那黃金跟油價就有機會反彈 因為油價跌 黃金跟油價就順勢談一談 那剛好就是這個 這個整個結構剛好就這個樣子 老師那農曆紅包之前 你講紅包行情 所以你看紅包行情 我們一直想到 本來在前幾天上個禮拜的時候 對 本來有一些冠殺量保守的賣盤出來了 對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剛好你去看德國股市 對 有往上創新包了 對 然後你看西班牙 他們本來要破底的股市 現在也開始直穩了 禮拜四歐洲QE 那是超級大的消息 對 所以這一次就有助於我們整個這個 黃包行情 仔細的一個進行 仔細的一個進行